大姓心思 大姓心思 九八八大姓心思 請問你有沒有 哈嘍 你好 陳松大哥 你好 怎麼稱呼 惠惠 蛤 sorry 惠惠 來惠惠 什麼問題 沒有啦 我想 怎麼現在小孩子 有教到我全部 你的小孩子啊 嗯 是嗎 你教的嗎 不是我教的啊 因為我們也是屬於 離婚了 就是啦 你跟你丈夫造成的嗎 不是我造成的 不是嗎 哎呀 不是我 他們的孩子 他們考慎一點 你的電話線我聽不到咧 聽不到啊 現在聽到嗎 很差 有點差 斷一下斷一下喔 OK 你的孩子多大了 喂 聽到嗎 聽到你的孩子多大了 孩子啊 十多歲喔 跟你住啊 沒有啊 我一個人住 他是跟爸爸 沒有 爸爸是另外住 他也是跟他的女朋友住 十多歲 搬出去 原本跟你住 然後最近搬出去是不是 沒有 他們 嫁的已經嫁了 哇 我聽不懂你什麼意思 你多少個孩子 你講的孩子十多歲 三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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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原本是跟你住的 嗯 也是 沒有跟我住啦 他們全部是在外面的 在外面做工的 你跟你丈夫離婚之前呢 我們離婚三十多年了喔 是啦 三十多年前離婚的時候 孩子跟誰住 喔 孩子 孩子是跟我住 就是他們結婚了 全部搬出去了啦 嗯 搬出去之後 就沒有什麼理你啦 是喔 我也是沒有辦法啦 有的他們喔 我要怎樣 現在孩子 跟以前的孩子不一樣 嗯 嗯 你是不是 你覺得為什麼他們 不回來不踩你 你自己想 我自己想啊 因為我的小女兒 上次結婚的時候 她是很好的 她很好的 每個月有給我錢 有什麼的 可是她結婚的那天 很好笑咧 她就 她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她去買首飾的時候 她就打電話給我 她講我要買 我要買那些首飾 好咯 我講 現在也是 你是最小的 OK 你要嫁我是給你嫁到很體面 你要什麼 我買給你 她講她要手 一千多兩千塊 OK 我也沒有講什麼 我就寄錢給她 寄錢給她 寄錢給她買 可是她結婚的那天 我不懂啦 可能她是有私心啦 現在小孩子 她結婚的 結婚那天 白金 那些什麼 那些拼金啊 那些人家包的紅包啊 嗯 我們女方 給我們親戚的 是不是我自己拿的 嗯 因為男方有可能五座 五座的紅包 全是我自己拿的 對嗎 嗯 我不懂啦 這個 OK啦 就算 就算 不是交給我 都好 我也是會給你們的 可是那天晚上的時候 她就來跟我講 我的老公 沒有錢給那個酒系錢 你那邊有嗎 那些紅包全部給我 嗯 我就給她 全部給她 可是 那天晚上我們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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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媽媽的衣服她的老公想要給我五百塊買的 OK 她也沒有給我 我也是沒有計較啦 這個不用緊啦 可是過後了喔 她跟她的姐姐講 她沒有拿到那些 那些 聘禮錢 那些給我們的那些紅包錢 可是那天我問她的老公 我說喔 我問你啦 你是不是講 你跟你老婆講 你沒有本事給那些 那些酒系錢 所以你的老婆來跟我拿那些錢 我的錢不還給你們 可是我的女婿跟我講 沒有她講 我在新加坡做工的 我不可能啊 叫你拿那些酒錢出來給我交的 她講我們怎麼沒有錢 因為我們也都是會拿出來給那個酒樓的 所以我就知道我的女兒在騙我了 你女兒吃掉那個錢了 我女兒吃掉那個錢 吃掉那個錢還不用緊啊 現在她老公在新加坡做工 MCO的時候 MCO的時候不是不可以回來咯 她又跟另外一個男孩子在一起 嗯 現在她又不要她的老公 孩子她巴住 人家的物質她也要 嗯 為了那些事情她到現在已經三年了 沒有回來看我 小孩子也不要回來帶給我看 你只有一個女兒啊 我兩個女兒 哦 另外那個女兒呢 還有一個女兒就在基隆坡 那個女兒 因為我是屬於OKU 我是屬於OKU的 因為我每次有那個佛堂 會報效東西給我的 比如那些米肉啊 那些米啊 嗯 那些糧食我全部都有的 然後我又看到她回來 有些東西我吃不完 我給她拿回去 她知道我這邊有東西拿 她兩個多月一定會來看我一次的 啊 然後有一次我去她的家 去龍婆她的家 我只是住五天了 我要回來的第五天她就跟我講 啊 然後我沒有錢了咯 我已經花很多錢了 OK我就算了我明白她的意思了 然後我去她的家裡睡 她下午回來看到我在房間睡了 就關掉那個冷氣 嗯 我沒有那個冷氣 你不可能嗎媽媽媽在房間睡 你不要關冷氣嗎 哇她講電很貴喔 OK我也是靜靜 可是她來到我的家 我冷氣雖然沒有了 我想到她們要回來 我要給她們睡到舒服一點 我去修理那個冷氣 啊 我全部做得好好給她們 可是她們現在一個兩個電話都沒有 現在連每個月的伙食錢一百塊都沒有給我了 沒有給了 嗯 OK 已經整40歲了咧 那小孩子應該你們會想了嗎 嗯 那我一個人啊 我又是OK 我再講 你要我怎樣 從那時候去我就很生氣了 那些佛堂給我的東西 我吃不完都好 我拿去給孤兒院 嗯 拿去給孤兒院 我拿去給那些 那些 那些 擺在外面賣的 那些 賣拉斯羅馬 賣糕點的 那些有小孩子的人的 我分給他們吃 有時候我拿米拿 罐頭 拿糖啊 什麼分給他們吃 我都不要去給他們了 嗯 嗯 你這樣子 不是大家 更少來往喔 現在他們一個電話都沒有給我 嗯 一個電話都沒有給我 現在他們跟他父親很好 OK喔 你們好是你們的事 嗯 上次我的兒子也是跟他父親沒有講話的 因為他的父親打過我們 用車穿過我們 你倆還有一個兒子啊 我還有一個兒子 兒子是 住在我這邊附近的 這兒子也是沒有跟你來往啊 兒子有 兒子的人是不錯 可是他的老婆就不好 OK 喜歡有家婆的 所以 所以你是還有跟這個小兒子 他有來往 有來看你啦 有 有來看我 他帶孩子來看我 他帶孩子來看我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不喜歡那個媳婦 OK 首先 你要改變一下你自己 既然 既然佛堂食堂有拿東西給你 那你就多一點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跟著他們去佛堂 有 去佛堂 去廟堂 去走走 去念經 因為我是有想到了 有沒有人跟你講一些佛理啊 人生道理啊 有沒有聽那些啊 我是晚上有聽的 晚上有開這些 那些佛理佛經啊 地藏王的歌啊 佛薩的佛薩他們 不是 只是聽那個經 你聽懂什麼東西 你聽到什麼道理 我有聽到那些 那些解控法師所講的話 OK 對 就是說 就是說你現在這個階段呢 除了念經以外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要懂裡面的道理 不然的話 我們俗語有一句話 叫我雙雅零經啊 百辣 我雙雅零經 都不去念什麼 什麼道理都不懂 念而已嘛 就不能咯 你要懂一些道理 懂佛理裡面的一些 人生道理 從那邊去 去領悟一些 道理領悟一些人生 這樣你自己才可以看得開 我已經看得開了咯 如果看不開 我早就知道咯 其實我已經 剛才你說 剛才你講了一句話 我不是很認同的咯 你剛才你說 你的媳婦什麼啊 對啊 你說你的媳婦不是很好嗎 對啊 媳婦不是很好啊 他每次來到我家 他不要上來的 他不要上來我家了 過年的時候啊 他又來 他們要買菜 買什麼來 可是他沒有給我 他全部都完 他只是留一粒刀給我 OK 第一 他留什麼給你沒關係 他要給什麼 都沒關係 再說我剛才說 你要擴大一點 你還沒到啊 你那麼小氣 看不開 人家給你什麼 甚至不給你 我也那麼愛他們 你的女兒 來聽清楚哦 啊 我的女兒給我錢 不給我錢 我還是愛他們 對啊 他們怎麼做 我也沒有問題 我也不會生氣 嗯 他們他們避開你 他們沒有什麼來看你 也有他 你自己本身也有一定的原因 為什麼他們會不來看你呢 如果 你是很 他們覺得很 很想親近你的話 就是他們不想親近你 那你就要想那個原因 還是那個原因 你要看到自己 可是我從來沒有講過他們 什麼 我從來沒有講過他們 你沒有嫌棄過他們 我不懂哦 為什麼 因為 你自從離婚了 就是跟著你嗎 家教是你教的嗎 那個大女兒 後來就是在外面住的 他從沒有嫁的時候 他就在外面住了的 OK 他在外面住 但是他也是跟你接觸的嗎 從小到大 我們時常講一個孩子 會變成怎麼樣子 當然外面也會影響 但是家的 家的教育 基本也是很重要 你 我先 我這樣子講 你第一樣事情 不要腿 不要否認 明白嗎 你什麼都不關我事啊 我沒有啊 我沒有啊 那是誰的問題咧 他從小到大 在你身邊 大的不在 小的兩個也在嗎 他怎麼教啊 你有沒有這個責任 不要一下子就推掉 好不好 首先你要明白這個道理 既然你現在去說佛堂佛堂 佛堂不是給你求 記得 不是求 如果你要求是求道理 就要求知識 求知識 求道理 讓你自己整個人變得更好 人更開心 更歡喜 更加放下 更加不計較 不計較 不执著 聽懂嗎 不計較不执著 剛才我聽到你說 我不喜歡 我媳婦 她不是好人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 你好跟壞是什麼 他做到我不喜歡的東西 他就是壞人 他做到你很歡喜的東西 有給你東西 他就是好人 不是這樣子憤怒 這個道理你明白 對啦也是啦 可是當初我生病 我兒子 借我去他的家住 可是第二天 他就跟我兒子講 我不喜歡你媽媽來我家住 他為什麼會不喜歡你 我就是奇怪咯 你沒有看到自己咯 其中一樣 我跟你說 你要去求佛理 求知識 第一件事情 就是求一面鏡子回來 求一面鏡子回來 先重新好好看自己 你要改 你是不是要變得更好 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什麼叫做更好 什麼叫做更好 只是用這兩個字想清楚 更好的意思是 你已經非常好了 你要變得更好再上 你是不是這個 你已經是非常非常好 你的人品 哦 其實我人品還有很多缺點 還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我要改的更好 那你有沒有東西是沒有很好 必須要改到更好的 有沒有 沒有理由沒有的 所以是不是去求 首先求一面鏡子回來 先看一看自己 要打開心去接受沒有問題的 不用覺得難過 OK的 哎呀 我原來還有這樣子的壞習慣 哎呀 我可能還有什麼什麼什麼 先看一下自己有什麼問題先 然後看到 然後看到 可是我也不會難過啦 現在要怎樣 他們都罷了 他們要怎樣去隨他們 反正我們遲早都要 都是要回憶我們的祖宗的 來的時候一個人 去的時候也是一個人 你這個是說真心話還是 沒有我說的是真的 真的 OK 既然我遲早都要走 OK 我什麼都看得開 那我什麼都看得開 就是我什麼都不介意咯 他給錢不給錢 我也沒關係 我一樣愛他們 他們怎麼對我不好 沒關係 我一樣愛他們 對啊 我的媳婦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會這樣啊 我會過這樣的生活 有時候在問我自己 你從內在開始把你自己改得更好 要承認要接受 這個是我們 東方人最難的 特別是父母最難做得到的 就是 要看到自己的問題 然後接受自己的問題 然後改 這是最難最難最難的 因為大部分我們都不會承認自己的問題 我現在怎麼也是 哎呀沒有去問也沒有過問了 他們要怎樣就怎樣咯 你看 你在避開我的問題 你在避開我 我剛剛跟你講的東西 你用另外一個方法來躲開啊 你有看到嗎 沒有我要怎樣咧 我剛才在講了嗎 你要面對自己嗎 拿一面鏡子回來 先看自己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我要提升嗎 我要更好嗎 我要更好 我首先要先看到自己哪裡不好 然後才可以變得更好嗎 我家你做得更好的時候 哎呀沒關係啦 反正我都老了啦 我遲早就去那邊了 你的意思是說 我遲早都要去那邊 所以我什麼都不用改對不對 拿開又不是 我從來沒有講什麼 我只是講過好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你要過好你的生活是 很開心的過好 就是那個心情很輕鬆 很開心 很喜樂的 的走啊以後 是啊 我也是這樣講 但是你要這樣子的話 你首先要做到什麼 你要做到些什麼 我要看開我要放下很多東西 看開跟放下記得喔 那我聽清楚啊 嗯 放下看開不是不理他們 我看開了我不理他們了 他不踩我不踩他了 我看得很開了 那個那個是看開還是不看開 那個啊 那個不是看開咯 那個是瓦子來咯 我和你鬥過了 你不踩我不踩你咯 看得開就是我剛剛才講了 他怎麼對我我也無所謂 他還是我的女兒 我還是一樣那麼愛他 他給他給錢我 我很開心 他不給錢我 我也很開心 我沒有問題 我不會生他們的氣 我不會講他們的壞話 我不會討厭他們 這個才是真正的看得開放的笑 他怎麼對我我也沒問題 因為他還是我的女兒 你跟他們對話的時候 打電話也好 有機會見到面 首先你要做的是從你的兒子 跟你的媳婦身上開始 怎麼變得 很多東西都OK 可以可以 哇 突然間媽媽很好相處 媽媽什麼都容易談 不執著 不執著 你就做一個人間人愛的媽媽 可是他不是 他不是只是對我這樣 他對他的老公也是不好 他對他的孩子也是不好 你講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他對他們不好 所以你也要對他不好是嗎 你管他對孩子對老公好不好 總之你對他們好 我對他們是沒有怎樣 只是我聽到我兒子回來講 他們是家事 我也是不管 我講老婆是你的 你們過好你們的生活就好了 我只是這樣跟他講 總之你的焦點是放在你自己的身上 我剛才跟你講話 我一直發現你一直逃避 扯話題扯去別的東西 回來 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你OK又是什麼問題 你的OK又是什麼問題 那個是我的腳 我電摩都已經很多年了 一隻腳 一隻腳 好啦 祝福你 接下來的日子 做一個開開心心的人 好不好 對啦 我也是這樣講 看得開 不執著 Alright 拜拜